好的 您看到最好是不要边走边吃东西 真的非常危险 这样话有一名国中生 日前是边骑单车一边吃咸酥鸡 不过呢 一个紧急刹车 原本串着鸡块的竹签 居然不偏不倚就插进了少年的右手掌 他痛得赶紧跑到附近的消防分队求救 少年由家人开车 载到住家附近的消防分队求救 当时咸酥鸡的竹签还插在少年的右手掌上 少年痛得哇哇大叫 进来的时候会很痛然后说手忙掉了 下课之后边骑脚踏车边吃咸酥鸡 然后被插大 消防队员赶紧先用纱布固定住竹签 避免竹签再度晃动造成二次伤害 当时少年骑着单车 左手拿咸酥鸡袋子 右手拿竹签插着吃 还要一边扶住单车把手 结果一个紧急刹车 竹签竟然直接插进少年右手掌内 深度接近两公分 消防队员紧急处理之后 立刻将少年送到医院治疗 确定神经血管没有受伤之后 我们做一个轻创的一个动作 索性竹签没有伤及重要的血管和神经 经过开刀取出竹签 少年已经回家休养 相信他以后绝对不敢再边骑车 边吃咸酥鸡了